春风吹 战鼓泪 大哥走落怕过谁 大家好 我就是又从又爱看格斗的银掌柜 前些日子中国UFC选手张伟丽刷了屏 把赛前挑衅的波兰选手乔安娜打得心服口服 赛后许多拳迷都在议论这场比赛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在张伟丽暴走乔安娜的这期UFC比赛中 场边的观众席却发生了一些小闹剧 一名美国职业拳击手将坐在身边的韩国歌手一顿暴打 并且表示对方嘴态欠打 活该 据悉 当天朴仔犯是陪朋友郑赞胜 一起去看UFC格斗比赛 郑赞胜是一名职业自由搏击运动员 Y号是韩国僵尸 然而就在郑赞胜去上厕所的间隙 朴仔犯就被布莱恩奥尔特家的美国拳手连扇而光 当天 在UFC比赛休息期间 这名叫布莱恩奥尔特家的美国职业拳手 和坐在身旁的人吵了两句 突然站起来重拳出击 先是朝着身旁的人扇了四五个耳光 随后又吹了两击重拳 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事后得知 被打者名叫朴仔犯 是韩国的一名歌手 音乐制作人 他这次专程来看比赛 没想到却被人狠揍一通 据悉 当时奥特家向朴仔犯询问道 你是J Park朴仔犯吗 朴仔犯回答道 是的 随即便被奥特家用手掌乱扇而光 之后正赞胜与奥特家在人群中再次发生冲突 通过现场照片来看 由于位置比较靠前 这场暴力事件造成的混乱还挺大 一度失控 幸亏位置不在摄像机的前面 不然他们的关注度指定比八角龙中的选手还要高 双方被人拉开后 美国拳手一脸不屑 并且表示让韩国歌手朴仔犯嘴巴放干净一点 朴仔犯在亚洲算是人气比较高的明星 凭借着高人气多次在中国开演唱会和参加音乐会 粉丝数量非常多 后来大陆颁布了宪汉令 但是朴仔犯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演唱会召开 综艺节目照样上 算是少有的在大陆混得好的韩国流量明星 要说朴仔犯为什么被奏 就和美国拳手说的八九不离十 当时朴仔犯和另三位韩国人同行 这三个韩国人中有一位叫郑赞胜 也是一名职业拳手 外号韩国僵尸 这个人曾经和美国拳手奥尔特加差点签下一场比赛 多次在网上辱骂奥尔特加 这次两个人在观众席遇到分外眼红 由于郑赞胜不会英语 而朴仔犯会说英语 所以朴仔犯不知道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遭到了一顿殴打 被打后朴仔犯在网上发声 表示自己被野蛮人揍了 企图拨得粉丝声援 还参加了多个采访说自己有多无辜 但是隔壁的奥尔特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绝对不会道歉 对方嘴太欠打 3月11号 朴仔犯被打又有后续内容 Ortega一改拒步道歉态度 正式向他道歉 据韩媒 Ortega在事件发生三天后 通过个人推特正式向朴仔犯道歉 表示 我想就上周六发生的事情正式向朴仔犯道歉 疑似默认了自己打人不对 不过他的态度却十分强硬 称朴仔犯旗下拳手正赞胜是韩国僵尸 公开发起挑战道 如果韩国僵尸的正赞胜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战斗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订阅 我是又怂又爱看格斗的银掌柜 我们下期再见